大家好,我是阿羊 安吉拉非要拿打火机说生日生日 Happy birthday 你往后退 往后退 他看到人家就是过生日 然后吹蜡烛 哎呀 还有啊 好了好了 吹 哎呀 烫到手了 烫到手了 哎呀 烫熟了 你老的河南花又出来了 妈妈烫熟 好你去去 去吧 妈妈烫熟去吧 你去 妈妈烫熟啊 我老婆和我大舅哥通电话呢 现在巴基斯坦是七点 七点半 我大舅哥刚回来没多久 我大舅哥说刚回来还没有吃饭呢 我大舅哥给我老婆打电话说 我二舅哥在我老婆表哥家喝酒 结果喝着喝着警察过去了 然后给我大舅哥打电话 我大舅哥不帮他 我大舅哥说上一次 因为他喝酒被抓 我大舅哥托人把他保出来了 他还不计啊 就是好了 伤疤忘了痛 现在所以 给我老婆打电话呢 让我老婆说说我大舅哥 让我大舅哥帮他找人 我老婆不说 真是好了 伤疤忘了痛 怎么样了 那边 被抓了 我看到 被抓了 不管他 拿着那个手机 因为 之前啊 有过一次 然后老大脱了很多关系 才被放出来 好像那一次被罚了一点钱 这一次老大不帮他了 他们那边不允许喝酒 然后他还喝酒 没办法 管也管不了他 我老婆和那个小张老婆聊天的 你要不要给老大打个电话 不要管他 不要管他 嗯 其他的被锁交一次 没有 我大舅子没有睡觉 刚才 我老婆和我大舅子 联系了 发语了 我大舅子也说 这一次不能再帮他了 再帮他下一次 他还这样 我老婆 提起我二舅哥家的事都不想管 我丈母娘刚才打电话 哭着跟我老婆说呢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我老婆 和我老婆一家的小孩 他们两个在 通视频 然后说着说着 警察过去了 然后 我老婆 她表姐就把那个 手机给挂了 挂了以后 过没多久 二十分钟不到 我丈母娘 就给我老婆打电话了 我丈母娘现在 去我大舅哥家里面去了 让我大舅哥非要让我大舅哥找找人给他 我给我大舅哥打电话 我大舅哥说不帮他 那也没办法 我丈母娘又给我老婆打过来了 现在在警察局呢 让我大舅哥帮他 去我大舅哥家 我大舅哥不帮 把我丈母娘气得不得了 我丈母娘在埋怨 我老婆 我老婆表哥呢 他说 都怪他 他再到他们家去 他不拿出来酒就好了 这不能怪别人 只能怪他自己贪杯 现在外面下雨下大了 我们也该睡觉了 现在 我老婆 就是刚把电话给挂了 我丈母娘一会儿一个 一会儿一个 现在已经一点了 安吉拉 是不到十一点的时候就开始睡了 现在 我丈母娘打电话 一边哭一边跟我老婆说 然后我的大舅哥也不帮他了 然后说需要这个钱呢 什么东西 跟我们要我们也不给他 因为现在我们如果帮了他 如果给钱的话 我二舅哥能出来 但是他感觉不是什么大问题 然后他下一次他还是这样 上一次都是因为给了钱 然后我大舅哥找人 把他给搞出来了 他不听 然后没有记性 所以这一次我老婆也说 不准备帮他了 老大 怎么说的 不想管他 这老大打电话 老大不想管他 在我老婆 表哥家喝酒 一群人 他们最起码有五六个人 这一下警察一过去 直接给他们把窝给端了 他们之前是有那个酒水证的 但是酒水证 他是和那个售的那个票一样 然后之前都是那个公园啊 或者动物园啊 售票 就像那一张一张的 他们就是买一次酒 或者喝一次酒 然后就把那个票 撕下来给别人 拿了那个票去买 然后他 我二舅哥 但是用完了 他的好像是 前一段时间都用完了 去年的时候吧 用完的 用完了之后 再喝酒 就被抓到 那就出事了 上一次就是因为用完了 所以被抓了 老大托人 我丈母娘跑着借钱 现在好了 又被抓了 我老婆也不高兴 因为一旦她被抓 然后我丈母娘肯定会跟我们 借 然后到处借 到时候我丈母娘 肯定没有了 肯定让我们拿 所以我老婆现在也不太乐意 我老婆说 不管她 爱咋咋样 爱咋咋地 没办法 这一次管她 下一次台是这样 好了 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视频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Here